掌握了財經就掌握了全世界 歡迎鎖定一時賺大錢 在今天虽然台北股市昨天已經是封關了 不過封關之後的行情 這兩天也都是我們的特別節目 特別要提醒給大家 封關行情裡頭 我們隨時也要為您掌握到 國際經濟情勢的變化以及最新的消息 那麼就先來看到 在整個封關過後的台北股市行情 看起來也是收紅 連續15個年頭裡頭的封關日 都是一個收紅的情況 不過封關之後的第二天的交易裡頭 我們所看到亞洲股市的話 看起來比較弱咯 我們趕快來看一下 首先要看到日股跌幅0.9% 韓國股市小跌的情況 倒是在大陸股市 在早晨看起來比較強 結果跟著是有轉弱的疑慮 香港恒星也下跌0.2個百分點 再來要看到的是 在整個歐美股市的一個盤回盤表現 市場盤回盤表現裡頭的話 還是一樣是一個漲跌互建的局面 而昨天的重頭戲 所看到的是在歐洲市場方面 歐債危機再起嗎 所單線的英語裡頭 包含在意大利 包含在西班牙 包含所看到的德國跟法國 在昨天收盤的話 都是一個下跌甚至一個重挫的局面 只有英國收了一個小紅盤的行情 那麼這些利空消息 隨時為您掌握到最新的數字跟變化 好 馬上要來跟大家來談一下 以今天特別節目內容裡頭 為您邀請到的是 這個小孟老師 塔羅牌的專家 從塔羅牌的角度來看一下 現場也邀請到我們的分析師 而且我們所看到台北股市行情裡頭 可不期待持續進揚 這也是稍後從塔羅牌的算法裡頭 所得到的結合會是什麼 另外一方面 在類股的變化裡頭 尤其我們兩位專家 兩位分析師呢 也會從個別股題材一併來掌握 抽塔羅牌誰來抽 小弟來抽 會有什麼樣的變化呢 請您持續鎖定呢 馬上為您邀請到現場來賓 首先為您介紹的是塔羅牌專家 小孟老師 小孟老師你好 好 各位 這是主播 還有就是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小孟老師 祝各位新年快樂 好 小孟老師很紅的 而且抽空特別來到我們的節目現場 據說現在在各台 早上看得到 中午看得到 晚上也要看得到 小孟老師 尤其現在的話 正夯 這個錦泥看起來是一個年底 那準備要開始 一年的開始情況之下 很多都來算算命 希望能夠更好的一個期待 好 繼續為您介紹的是 華信東部的分析師 鄭凱元 凱元你好 謝謝 蘇先生好 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新年快樂 好 我們的凱元是我們的老朋友 所以在最後這兩個天的節目當中 特別邀請到凱元 尤其聚焦在哪裡 宏達店 宏達店掙扎那麼久之後的話 開始有大腳一踹一律 之前都是空單伺候 那麼會不會 進一步又是一個空單伺候 我們也可以預告 今年看最賣 看最保守有在宏達店身上 可是有可能從農曆年明年度開始的話 看最好一次宏達店 到底誰的看法 我們等一下來告訴大家 好 也是我們的老朋友 這是運達特務的分析師 陳宗璇 宗璇你好 蘇相好 全國觀眾朋友 大家新年快樂 好 宗璇不錯 很優秀 這是研究員出身 所以這個研究底子很深 等一下有些見解 都要聽你看你的看法 好 一開始就先來看一下 我們先來看到切入我們的塔羅牌 塔羅牌之前的話 先來看到 這是一個關鍵性的議題 等一下就來算算看 會不會有什麼問題 會不會有什麼擦槍走火的情況 先看到釣魚台 主權爭議是越演越烈了 日本防衛大臣 5號晚間就證實了 上1月19號跟30號 中國海軍的船艦 兩度的釣魚台海域附近 以雷達瞄準或威嚇 日本自衛隊的護衛艦跟直升機 對於這種極度是挑釁的行為 日本已向中國提出了強烈抗議 日本媒體產機新聞甚至形容 中國軍艦正游走在戰爭的邊緣 一塊來看看 中日釣魚島主權爭端進一步升級 隨時都可能擦槍走火 日本防衛大臣小野次 5號晚間緊急召開記者會 控訴中國海軍 將雷達瞄準鎖定日本自衛隊艦艇 這幾乎等於是發動攻擊的預備行動 中日海軍僅僅相隔三公里海域 持續用雷達瞄準對峙 打15分鐘之久 逼得日本自衛隊只好轉向回防 控訴中國海軍嚴重挑釁 日本產經新聞更以遊走在戰爭邊緣來形容 但對於日方的強烈抗議 中方立場依舊強硬 中方不接受日方交涉和抗議 要求日方停止對中國海監船公務活動的干擾 這是中國海軍艦艇第一次以射擊為前提 用雷達瞄準自衛隊艦艇自視之大 包括朝日新聞也描述 這對於日中關係可能是一場災難的開端 也為雙方角力耿舔變數 三連新聞監視會報導 好 這個中日問題的話釣魚台 釣魚台的問題有多嚴重 我們在節目當中特別提到過 小龍老師相信也相當了解 據說小龍老師除了爬樓牌算命之後的話 財經也是專業的一門 那麼之前提到在中日戰爭裡頭 不是中日戰爭的 釣魚台的問題之後 會不會引發所謂的中日戰爭開始 對於釣魚台這樣的爭議裡頭的話 大陸看到日本車是會砸是會砍的 結果看到日本車 日本車30的話 30也是三個 也是零角 結果看到賓士也是一樣砸 因為他長得像山林一樣 通通都砸 也只有幾乎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所看到的是 在整個釣魚台的危機裡頭的話 事實上危機四伏 我們為什麼要特別提到這個問題 因為這是一個關鍵所在 會真的是一觸即發嗎 我們用文字敘述來給你一點概念 那麼 等一下就聽我們的 請我們小莫老師就來算一下 會不會出現什麼樣擦槍走火的狀況 第一個 安倍怎麼說 1月24號裡頭安倍說 不能讓這個問題就中斷了 兩國全面的交流 應該回到戰略互惠的關係上 安倍上來算是鷹牌 說得幾乎天 第二個 1月30號 日本海自衛隊的船艦 1月30號在釣魚台 海域遭到中國海軍建火 以火控的雷達來做瞄準 他瞄準之後被鎖定 拉住之後的話 對方都會知道 再看一下去 這是24號跟30號 2月1號安倍又說話了 他說公務員如果駐釣魚台 有助於修復中日關係 你給人家駐上去 有助於修復嗎 再來 解放軍在2月5號所提到 保掉島堅定不移 解放軍隨時準備要開打 你可以試試看 試試看幾乎為好是 菲律賓共 菲律賓總統府發言人所說的 你可以試試看 那麼2月7號 美國防長怎麼說 他說中日掉島 整個爭斷部分 最終可能無法受控 什麼叫無法受控 擔心就是一個壓力 我們先來聽聽看 在現場分析的看法 那麼凱元 調查事件事實上 我們也看了很久 追問了不少 等一下話題以後 就要來看到義大利 義大利的話 這個老輩 這個老輩的部分的話 其實聲音很大 過去我們可以定義他是小丑 甚至狀況很多 甚至於一夜有八次狼帳的說法 甚至於這樣的人 竟然民調直直往上飆高 直逼第一名的這號人選 我們先講到 中日釣島這個事件 會擔心操場走火嗎 老實講 從我 有聽到中日釣魚台的一個問題 一直來到目前為止 我始終認為說 還沒燙起來 基本上我們就看著看著就好了 你覺得說 只要沒有開火之前 都剩小事 老實講 我認為是這樣 因為 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先前只要 北韓 一說要發射所謂的飛彈 一說要發射所謂的火箭 其實 就是就韓國股市 它就會出現一個 非常激烈的一個震盪 那包含整個台股 很有趣 日本海嘯也會衝擊到台股 甚至於針對於所謂 韓國北韓的一個部分 要發射一個飛彈 基本上也會震撼到台股 中國大陸只要有任何 軍事恫嚇的一個動作 基本上也會恫嚇到台股 但是以近期的一個結構性來看 我認為中日釣魚台的一個問題 已經紛紛擾擾那麼久 我們台灣也沒有說任何話的一個情況底下 基本上我們 台灣有說話 但是那聲音好小有沒有 我們船也開不過去有沒有 其實這種情況底下來說的話 我覺得大家都淡定稍微下去觀察一下 所謂的那個戲是怎麼演的 那劇本是怎麼安排的 我認為 這有可能都是中日的一個領導人 基本上他們在換人之後 在這換人的一個交接時間之際 基本上他們所演出的一場好戲而已 對 中選會不會擔心 其實你說釣魚台事件嗎 我覺得 與其擔心釣魚台事件 我還比較擔心這一次 北韓到底會不會核爆 那個機率還比較大一點 昨天才報導這個新聞 這是很多的消息 而且他說一口氣就直接要轟美國 那當然更好 如果真的炸起來的話 那就刺激了 沒有那開玩笑的 其實我們在看說這次中日之間 釣魚台的戰爭 基本上我跟凱元兄的看法差不多 我們認為說在這個爭議上面 這個彼此之間 這個在爭執的過程裡面 沒有一個竊確的一個定論之前 要說做出正式開火的一個動作 不太可能 因為現在戰爭打起來很恐怖 那大規模上網 我們又和平這麼久 所以基本上要談到說 全面性開火的機率很小 那我們只會認為說來到這裡的話 投資朋友倒是要去注意一下 這個後面引爆的這個民族情緒 這反而是比較攸關於各項商品 在銷售上面或者是在需求上面 擔心是一個骨牌效應的開始 對 沒錯 比如說像之前的一個日本汽車 在中國大陸這個禁售的一個問題 這個相關的一個議題 都很有可能會再度崛起 再度延燒 那我們也希望說這個事情 能夠早點落幕 不然我們顏凱太董事長可能就打開模仿 好 接下來到底會不會一觸即發 會不會有擦槍走火的情況 小翁老師在現場 小翁老師也有部分是財經專業 實際上很想看到說 還沒算之前你的看法到底是什麼 那麼不過呢 就先回到你的專業 因為時間上的關係 讓你逃過這樣的一個問題 來看一下 塔羅牌 是不是也讓觀眾朋友了解一下 塔羅牌是一般是 我們定義是比較西洋的一個算法 那麼過去我們大家算命 都是應該比較中式的 有蘑菇的啦 有白溫鳥的啦 有米瓜的啦 什麼都有 今天我們來一個塔羅牌 比較不一樣的感覺 塔羅牌源自於哪裡 其實塔羅牌源自於義大利 義大利 義大利哪裡是 現在還沒外國一種 而且像日本 他過去也稱說 塔羅牌是他們的 對 其實在我來看的話 其實像塔羅牌 因為以前在義大利的國家有開挖 有挖出來 就是說他們有根據 有文獻記載的 是 不會啦 林書豪 有韓國也說他們的 中國大陸也說他們的 都有啦 好 所以這文獻記載的話 各國認同這個東西 才會有這樣強進這樣的風頭 對 沒有錯 因為塔羅牌是根據一個人的意念 而且他的意念可以達到一個共振 比如說你可以幫別人抽 可以幫別人抽 沒有錯 所以說呢 如果你幫別人抽的話 準確度大概有八成 但是如果說他本人過來抽的話 就大概有一百分 這樣子喔 可是我就在開始想 我們現在如果調這 中日釣魚島事件的話 可以幫別人抽 剛好小弟是主持人 小弟是可以幫忙抽這個人 那我是代表什麼 代表國家級的 還代表日本代表中國大陸 代表什麼呢 好 就是說 如果說以這個來看的話 我們就是以代表說台灣 對 來看 對 就是 因為我們塔羅牌最主要抽要抽戲 比如說美國 中國 日本這三個都要抽 對 然後我們會再把它拼湊起來說 到底會不會有什麼樣的插槍走偶的狀況 是 好 我們就不多說 對 就來塔羅牌一下 沒錯 那我們就來 這個算法就小弟現在抽了 是 沒錯 怎麼抽呢 都可以抽 都可以抽 我們現在抽一張是美國 抽一張是美國 抽一張是美國 我們鏡頭可以的話就Tag進來 抽一張是美國 對 這壓力很大 這美國抽起來的話 對 我覺得代表美國 美國到底是什麼回事 我可以給你看到嗎 可以可以 放過來就可以 這看起來不錯 還蠻 看起來蠻不錯的 蠻陽光的 對 蠻陽光的 那我們再抽一張是 代表是中國 代表中國 對 這可以算出來他們的心態 是 是 是 其實有變代言人 什麼事有變代言人 好 這一張 好 那我們來看看 等一下 先生 好好好 這看起來是一個骷顱頭騎士 這代表什麼 這代表是死神 死神 這陶螺牌裡面最不好的 陶螺牌最不好的 是 是 是 對 然後 這個壓力很大 我心肝都不不跳 那 做一個特別節目做到這樣 然後選一張是日本 日本 對 看日本 是 沒錯 日本的話我從後面來好了 好 那我們來看 欸 這個不錯 這個是不錯的 這個是國王牌 King 對 這是權杖國王 最好的跟最壞都抽到了 對 都抽到了 那我們來 我們先來看 美國 那美國這張牌 代表是聖杯死 那你有沒有看到說 這裡有一男一女還有小孩子 是 對 代表是說 他是希望大家都不要打 但是他表面上說歸說 但是他還是會派 像一些船隻 去守護日本 而且上面有很多個杯子 有沒有看到彩虹 這代表是資源分享 也代表是說 他不想要讓中國得到 就是說 這些天然的資源 所以以我來看說 美國不想要中國壯大 所以他一定會護著日本 有沒有私心 有啦 有 有 有 他其實非常有私心 這看出來私心嗎 有 非常嚴重 而且在我來看說 他想要拉攏日本 萬一如果說 日本呢 他有 他不希望日本放掉這一塊 坦白說 對 可是他表面上也會去 譴責一下 就是大陸 或者是說 譴責一下日本說 其實你們不應該這麼的 這麼去搶 但是他還是希望說 釣魚台還是屬於日本的 不要是屬於中國的 好 是 那麼另外一個呢 好 這個是中國 中國 中國是死神牌 死神牌在討牌裡面 代表是一種衝突暴力 而且代表是說 他其實他不會怕 是中國他不會怕 而且對他來講的話 他覺得說 你日本就算你威脅我 好 你威脅沒關係 反正我的人民都會討厭你 對 然後再來是說 因為像日本已經 比你一種老年化的社會 老年化的社會最怕什麼 最怕死 對對對 最怕死 對對對 就是會很怕說 萬一如果戰爭打下去的話 是 對 接下來我們這整個國家的動態 所以在我來看是說 中國已經鎖定了 是真的 他已經把一些什麼 船隻啊 飛彈啊 什麼東西鎖好了 就是一旦你如果 日本敢亂來 或是美國 你想要保護日本的話 我可能就把那個 啟動的按鈕按下去了 我真的要得說一下 這個完全沒有安排過 完全是現場抽的 結果沒看到最好的 最壞的死神 跟這個叫做King 國王部分都被我給抽到了 就這麼準 是 沒錯 而且在我來看是說 日本搞到最後是最好的受力者 對 它其實沒有到說 整個都會失去 但是你看國王後面有一個牆壁 有沒有看到 這個牆壁要小心就是俄羅斯 俄羅斯 對 俄羅斯就是說 因為以前就是 俄羅斯又搶了日本 有四個島 對 所以我蠻擔心的是說 接下來 為什麼代表俄羅斯 不能代表 比如說剛剛提到北韓呢 因為以這個來看的話是說 它的方位 對 因為塔羅牌有一個方位 像這個 它方位剛好是在俄羅斯的那一塊 所以在我來看是說一定要當心 就是說 如果說 中國跟 日本 擦槍走火的話 對 俄羅斯剛好 它會 趁虛而入 對 趁虛而入 這是在以前三國有沒有 這是最有利的戰法 就是說我先讓兩個國家 先打完之後 然後我再趁機 對 那據我來看的話 這個戰爭要打滿難的 但是 中國會一直逼日本 然後再來是說 日本到最後 它還是會贏得這個最後 最好的天然資源 鬼牌跟國王 那麼 最後是國王會贏 對 最後是日本會贏 對 國王會贏 就代表日本的部分 是是是 然後美國這個是什麼嗎 它想盡了所謂的資源 對 而且它 最後呢 它表面上市會說 大家不要 不要戰 不要戰 可是它其實也會覺得說 如果戰的話 其實我也沒有差 對 因為它不想要這個杯子有沒有 被分 我的預估喔 他們兩個應該有做一些 秘密的協定 這是日本跟美國 這比如說 如果我保護你的話 以後你的這個地方 有些資源 你要 這個 你這個預估應該是 沒有問題的預估 是是是 邏輯上應該是這樣的 不過你做到這邊的話 關鍵大事喔 那麼因為時間上關係的話 我另外一個問題就很想要問喔 義大利 以義大利最近的話 尤其在之前那個長野 可以將近是有 這個4%的跌幅之後的話 滿震撼的喔 以義大利的問題 已經浮上檯面了喔 現在義大利也準備要進行 一個大選動作 如果2月24號跟25號就要進行投票 義大利政局會變天嗎 這話題馬上就要來聽聽看喔 在我們小孟老師你的看法 民主黨支持率率先領先 暫時領先喔 貝魯斯科尼 人民自由黨 民調則是僅僅跟隨在後 欸 問題在哪裡 貝魯斯科尼這個人 如果真的能上的話 整個義大利真的是不夠人嗎 可是也不能 不一定是這樣的一個邏輯 跟角度喔 這些人現在包著官司之外的話 而且還是臭名在外 甚至於還被人錄音錄到說什麼 一夜拔四郎啦 或者是什麼 在整個國際狀況裡頭的話 甚至被英國女王給罵了喔 你這是小丑的行為 你到底在講了什麼話 甚至於他 過去所看的這個風花雪月裡頭的話 什麼花花公子啦 這些 比較不好的一個名稱 竟然還能夠 扶搖直上這樣的聲勢啦 好 我們繼續把握時間 義大利問題的部分 老兵的言論震撼彈 那麼 會不會是勝選過後 他怎麼說呢 他在震撼彈裡頭 他只會去擔任經濟部長 並且將撤銷徵收物業稅 降稅 所以馬上聽到人就上來了 也承諾退還去年徵收的 41歐元的物業稅的稅款 哇 還不只降稅 還有退稅的情況之下 而且呢可以告訴大家 他不簡單 他在那邊很有錢喔 而且呢 貝魯斯科尼的話 他特別因為 好義務啦 這個 這個輕鬆休閒習慣 他錢比較多 而且 對於人民的部分 對他有些期待 而且在歐洲人的話 感覺就比較浪漫 認為說這個浪漫的人的話 一些其他風化學的事情 並不影響到 他的專業 是這樣子嗎 不會影響嗎 我們來塔歐牌抽抽看 好 那麼小弟這時候是代表 對就是你就帶 還是可以抽啦 可以可以沒有問題 我只要抱持一個信念就好 真的在義大利的部分的話 義大利會不會政局變天 會不會被老輩給超越了 是 一張牌就好嗎 對一張牌就可以了 好 那我們來看看 這個看起來很特別耶 對這個代表是 好這個是贏者牌 對贏者代表說你看 有個老人他提著燈 也代表是說呢 他如果要贏得這場選舉的話 應該會有歇服的落選 什麼叫歇服的落選 落選就落選了 誰落選 這是貝魯斯 這老貝 亂歸亂還是不會當權就對了 你知道為什麼我這樣看嗎 因為說他雖然開了很多的支票出外 但是很多人民還是會很害怕說 他只是說說而已 而且他越到選前的 在差不多接近第二個禮拜的時候 他會怎樣嗎 他會越開越多 越來越誇張 但是很多人還是會覺得說 真的有那麼好嗎 對 而除此之外是說 他目前要面對的是說 你看這個是冰天雪地 是 他們現在目前的當局 是很困境的 對困境而且失業率 結結的高升 除此之外是說 除了失業率之外 他的景氣還是會持續的低迷 所以說 就算說 他要當政的話 也很難 會把義大利給提升起來 為什麼不然 因為他開出來的 他未來要去退縣 很難 對 而且在我來看是說 還有很多以前的 有當過他的一些幕僚 是 他們都會開始出來 變成他的小人 小夢 我們再加碼問一個問題 這義大利問題 如果是狀況這樣子的話 我們特別 你是要先刺一下 你湯的腦袋就不能去抽牙 對 沒關係 讓你再洗牌一下 對 我想看 我真的會管太多 不會不會 我很認真 在衝這個膽子來 那我要講的是說 在歐債這個危機裡頭 你剛剛提到這個問題 義大利問題很困 很困頓 西班牙問題也是很高 失業率的話 已經56.5% 尤其是年輕人沒什麼膽子 所以變成死城也好 或者是 甚至大家要去開什麼妓女學校 或者是 要想盡辦法 葡萄牙 還要去賣菩斯蛋塔 義大利方面的話 竟然是在歐洲市場裡頭 角質老虎肌 因為窮則變 變則通 是嗎 所以開始賭 在義大利很窮 他的角質老虎肌的話 是全歐洲裡頭的話 這個密度最高的國家 賭 就是從賭的角度來看 可是呢 我現在加碼問的是 從歐債危機 會不會再度爆發 不用多誇張 就像去年最高峰的時候 知識率的話會飆到7以上 這樣的一個壓力就好 會不會再度爆發 歐債危機 這樣的一個警訊 會不會 我們就抱著一個 很虔誠的心目 來抽抽看 我抽的是這一張 來看一下 這看起來還不錯 這一張看起來還不錯 對 以這個來看的話 是說不會爆發 因為這張牌 是一個權杖歧視 對也代表是說 會有人會跳出來 大家會達成共識 就是說我們一起來處理 把它處理好 而且以這個牌 來看到的話是說 不管義大利的總理 會是誰當選 還是會有周圍的國家 他們會合力一起來解決的 而且在我來看說 你看這個馬來自往前衝的 也代表是說 這些景氣 雖然是低迷 但是它會慢慢突破困境 但是這個要突破困境 要等到多久嗎 要等到兩年後 對 以目前的狀況來看的話 是還沒有辦法說 完完全全的消除 是 對 聽起來這個邏輯性的話 還不錯 而且呢 對於整個歐載可能出現的一些狀況 不過 我現在來請教一個 小夢 專業當中的秘密 好 為什麼 我連抽這幾張牌裡頭 對 透過這鏡頭來告訴觀眾朋友們 當我抽起來 我不是真的閃起來 我自己來看不到 你也知道那個牌是什麼牌 沒有 因為我 為什麼我會知道這個牌是什麼牌 已經鏡頭看到了 對 鏡頭看到了 好笑 我想說怎麼那麼厲害啊 我排在那邊拿起來你就知道 對 我想說這後面還可以 有錯牌 這直接拿起來就知道 好 OK 沒關係 好 我們兩位 兩位在場貴賓的部分的話 另外一方面來看一下 剛剛所看到 從這個歐債的危機 到義大利的問題 事實上說 點出來的話 這個邏輯的話 這個方向性似乎是蠻明確的 先從中學院開始 歐債的危機部分 現在事實上很擔心 尤其這個過年 如果要過了好年 歐債跟美國的問題是最重要 因為現在歐洲市場還在開盤 你的觀察呢 其實我們在看說 這一次這個歐洲 這個義大利股市瞬間 重挫影響 這個政局的一個動盪不安 我們認為說 這只是短期的一個現象 理論上 這個很快就可以消除 那我們在看說 在最近這個歐股 跟美股的一個表現上面 我們會比較擔心 在美股的一個走勢 尤其是在這個 最新通過的一個 最大的利益 大家都知道說 美國之前把這個 債務上限延期延到五月份 但三月份很快 又要再度做這個 所謂的一個 債務上限的這個 議題的一個探討 還有在整個所謂國債的一個 這個支出的一個部分 要再做檢討 那這些財政的一個議題 我們認為說 對於後面的一個美股 壓力會開始增加 那一旦增加的話 投資票反而要比較小心 這位階比較高的股市 摔下來反而會摔得比較 很有可能政府會比較激烈一點 那聯動到亞洲區方面來講 這個也會造成一定性的影響 那在這個地方提供給大家做參考 好這是從這個歐債危機部分 所提供給大家的地方 我們準備先休息一下 讓小孟老師先喘口氣 在我們節目當中 進到節目裡面都沒那麼簡單 準備先休息一下 回到節目現場的話 這個特別節目裡頭 從小孟老師裡頭塔羅牌 剛剛看了這些大方向的問題 現在你要看的是個別題材 像哪一些呢 宏達店 聯發科這些個別題材 而且在座分析師裡頭 會來判定一下他心目當中 去年度 榮年的話表現最優 跟最差的公司 這些股票是誰 那麼明年度看最好是誰 就算這幾檔股票 休息一下再回到節目現場